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还声娱乐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继续和大家回忆一下 初凤鸣剧团的一些很重要的历史资料 初凤鸣剧团两位台储 龙剑生和梅雪斯 真是很多戏迷心目中的偶像 龙剑生的炮姐 真是老实说得天独口 我在很多很多长辈的口中 我都听到她们说同一番说话 就说阿炮真是很有福 很有福 有福当然是因为 她是被尹姐真是很疼 任健辉 尹姐 她觉得尹姐认为她是一个天生的 做粤剧的好材料 一见到她已经爱不释手 阿炮姐原名是李蒲生 1944年11月4日出生 我记得我自己以前采访粤剧 很喜欢在后台捐来捐去 很喜欢做一些后台花绪 我印象中的跑者她是很开朗的 很活泼的 不过有一件事 我当时问她 她都不说的 就是什么呢 她说是年岁 她说她并不是介意别人知道她多少岁 她是一个很坦荡荡的人 她说不要紧要 问什么我都会尽量告诉你们 读是问到我记得是她退休前 我在新光戏院问她 炮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多少岁 那又是记者八卦那种 接着她很认真地跟我说 阿徐啊 我不是不告诉你 不过我觉得 如果说了一个岁数出来 写了出来 对于观众 感觉我扮演的角色 会不会有一种不太好的影响 例如我中年或者什么 但是我又要扮演一个 很跳脱的小朋友 那那个影响会不会存在呢 我要考虑这些很多方面的想法 我觉得她当时 阿炮姐是幸福的 因为一出来已经有名师 一路手把手照顾着他们 他们很多东西不用担心 也得到很多的爱护 名气很大 演出是一票难求 所有很多人梦中希望得到的东西 都在阿炮姐身上 一一她是得到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从另一个角度看呢 我总是觉得她压力都很大 很大压力 例如很多迷 为了要令到她 阿炮姐看自己一眼 或者重视自己 他们是会做很多动作出来 令到阿炮姐觉得 未必是支持的 有时都很害怕的 就是担心的那种 所以我感觉她 无论是说话 无论是做人 她都很战战兢兢的 甚至是因为她是做南角 她是做文武生 她很类型的 其实她很类型的 很喜欢美丽的 其实她最初都以为自己是做花旦的 谁知后来老师分配了她做生 为了要演出 她是几十年都没有游过指甲油 这个对她来说 她觉得是遗憾 所以在她1992年离开了 决定要离开了 要离开不做了 要休息了 休息 她一到加拿大 第一件事就是留指甲 查指甲油 你说那个心多恨 很渴望 跑者的人都很坦率 不轻易跟别人说心事 不过都是应该 但对人各方面都很亲切 我自己跟她相处 我自己感觉到 最大的感受就是 她很勤力 虽然她天赋是很高 我记得小女姐跟我不停赞她 小女姐说 真是很少见到一个人 无论是在公的演出 在私的行为 眉梢眼角 都很相似她一姐 是尹姐的 就是连尹姐的亲妹 小女姐任兵仪都这样说 无论是语气 谈吐 她的思想都很相似的 好像是一个帽 一个长辈 一个是后辈 但是好像两个是妈公仔 是一个她的感觉 另一位就是我记得游星浦太太 她真的很欣赏阿炮的眼神 她说阿炮一双眼 真是看着你的时候 好像令到你 只望入你的心 那份感情 涌入去 我自己看阿炮姐的演出 我也是很欣赏她那种投入 那种投入 我很难忘曾经近距离 看到她在幕前的 那个 臨出场前的准备功夫 我觉得她真的很认真 很认真 她那种认真 令到我 连大声咳 都不敢 要避得远远的 那不是她恶 她从来是不恶 而且她是很善良 对我是非常之好 但是我自己离远看 看什么呢 就是看她每次出场 那个思想的准备 很集中 当她站在虎道门的时候 她是带气上场 这个带气上场 就是说她做假保佑 幻觉离恨天 她站在虎道门 那个准备的动作 已经是准备冲出去 那个天空 云露间 去找她的林妹妹 在锣鼓未响起之前 我已经微微感觉到她 是准备如何走出去 如何用什么情绪 带动自己出场 这个是在很久 一次的演出 是二十场 我不是常常都有机会 站在那里 因为我都走来走去 但是我试过有两三场 是站在很远 看着她的动作 其实是深深感动的 我站在虎道门 看别人出场的机会 很多很多 很多人我都见到她们 聊天 说话 笑 甚至玩 打来打去 尤其是这十年 但是跑者的出场 是令我觉得 我站在她身边 出一点点声 我都是影响她的 她那种专注力 是令到我很有感觉 觉得我一定不可以骚扰她的 这个是因为有机会站在那里 我才看到的一些情况 无论是在当年初凤名剧团 在任何一个戏院 新光 高山 沙田大会堂等等演出 到后来 我的远色 就是到她做 92年 做蝶颖雄离记离开 我以为我从此看不到她 我回家还哭了一大场 我自己内心觉得的遗憾 就是她其实当时 她是承接了尹姐的那个艺术 但是她自己好像已经有了 自己的一种的演出 另一种的处理 是脱壳而出的 但是她就停了 我当时问跑姐 为什么要离开呢 她的理由就是 尹姐在这里的时候 她觉得一直都有一个 艺术上的母亲 一直照顾着自己 给到自己很大的精神的支柱 尹姐和仙姐给她的感觉都是这样 所以她说她很有信心 只是遇到什么困难也好 如何艰苦也好 她都很享受演出 甚至是尹姐觉得她们没有新剧本 问她不如你们停下 不要演吧 她都不舍得 她都哭了 叫尹姐 你让我演多几年 演多几年戏 但是一到尹姐在1989年 辞世 她说她当时 好像是保育失灵 因为尹姐是很喜欢看她 是扮演假保育的 她一演这个戏 尹姐就很开心 不停看 但是尹姐一走 她自己觉得自己保育失灵 心灵好像缺了一角 是彌补不了 一直瘦 又找不到原因 那情绪的困扰 令到她觉得 她真的要停下来休息 但是为什么她永远对外 都只是说我休息 她不会说退休 她说这个也是尹姐教她的 不准说退休 她说宁人是对艺术 是要有一种尊重和尊重 说休息是你自己心灵 你自己的调节 但是对艺术 不要随便说退 因为这么辛苦才学到一门艺术 退是放下的了 她吩咐跑姐 如果你真的想休息 你可以说休息 不可港退 尹姐这样交代 跑姐也非常尊重她 一直说休息 休息直到今时今日 很多人都有说 跑姐会不会回来做 千变幻化的情况 没有人计得到 但是当然如果作为初讽迷 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舞台上 再见到她搭台板 因为真是很难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生的好戏之人 说完阿跑 当然不能不说一下阿爹姐 阿爹 阿爹就是在初凤鸣里面 她有一样的优点 表演优点是无可置疑的 就是有一把绝妙的漂亮桑纸 大家都知道 只要她一开声 一个录音室 真的只能听到她一把雷声 所以很多时 录音和阿仙姐录音也好 初凤鸣录音也好 很多时她都是调转的面 是面向墙壁 是用声音反射回头 因为太漂亮的声音了 这个也是令到她 在粤剧界 压立大半世纪而不倒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听阿爹唱歌 其实很享受 这把声音真的很漂亮 而且你又不用担心她唱得不好 她每一下都很认真 我非常欣赏阿爹姐 两样 除了她天生的桑音漂亮 第二样就是她对粤剧的喜爱 首先我记得以前 我和阿爹姐的衣裳 阿斌嫂挺好谈的 阿斌嫂在我面前是赞阿爹一样 她说 阿徐你有没有见过我老板 戴剧本上后台的 阿爹姐在后台很逍遥 很轻松地走来走去 她所有的曲都在她自己的脑 很熟 每一天她都粗曲 能够唱她都唱 真是一个很敬业乐业的人 这是第一 第二样 我很喜欢阿爹姐是什么呢 私底下的她 对人非常有礼貌 最重要一点 我未曾听过在她的口里 是说过一个人的是非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很难 无论是周遭什么环境 无论谁说什么 我未曾听见过阿爹姐是答嘴 批评人家 说人是非 完全没有 在现在 经历了人生大半世纪 在一个是非圈生活了这么久的我 我真的觉得她是奇葩 她是令到我坐在她身边 感觉到无限的舒服 很舒服 所以 就算是跑姐 已经和她是初凤鸣剧团解散 到庆凤鸣的阿爹姐一个人 是建立和唐哥建立林锦堂 是建立庆凤鸣 跟着庆凤鸣也都是解散 然后到阿爹姐是和陈寶珠 寶珠姐合作 基本上我能够去看的 我无有不去看 看一场也好 音乐也好 因为工作令到我没有办法 很专注很静心的 看得到就看 但是能够看的 我都没有放过任何一场 因为我觉得 他们真是磨练得太辛苦了 但是又这么努力地 做给我们 这么喜爱粤剧的戏迷看 不看我们的损失 我也很有幸 见到十年前左右 有机会见到 我说跑姐回来 和阿爹姐合作 是四套截止器 很难忘 那天晚上 接了跑姐机后 跑姐就带了我上师姐家 跟着阿爹姐在 我见到他们两个拍档 真的很厉害 一见他们就开始在谈 超潘安的排练 哇 不用说那么多 你们想一下 他们一个休息了这么久 一个就跟其他的拍档 拍了这么久 但是只要他们一起 那我左手就转了 我右手又这样了 跟着我又这样了 你就见到突然间 龙梅重现眼前了 说给大家听 是因为我觉得 可能很多人觉得 娱乐记者有些什么 但是我做娱乐记者 我真的觉得自己 第一我八卦 第二我又诸事 第三我很喜爱初讽 能够见到龙梅在我眼前排练 我觉得真是一个天大的福气 到后来虽然有其他的原因 令到他们暂时 或者是可能 未必再见到他们在一起 我不希望是这样 但是 后来再见到跑姐 怎样带着 郑雅琪 带着李沛言 带着黎耀威梁伟康他们演出 看着阿爹姐怎样坚持 带病 都是做好他每场戏 尤其是他脚痛的时候 走都走不了 他都没有离开过舞台 所以我真的觉得 艺术家是不以为的 很多事情 身体有什么事都好 都不能放弃舞台的演出 近年我就知道阿爹姐 身体曾经患过一场大病 他曾经胖胖的 现在就很瘦 但是我很开心 是听到他复原 听到他复原这个消息 我觉得第一很替他开心 第二真是送上一个很大的祝福给他 真是希望他除了身体健康复原 还希望伏上台板 让我们看到他继续在红渠鱼那里 展现他的例影 这个都是我一个很大的希望 那龙剑生是有他的愿望 他想休息 有机会就再演 梅雪斯这个拍档 也都是从无放下半点的 半点对粤剧的热爱 这都是粤剧界的福气 不过农梅初讽之后 粤剧界还有什么新秀 令我们追星追到 没日没夜 不想睡 通宵牌队 暂时我未见到 我好希望 好希望 这个通宵牌队一票难求 而且是张张买的 几高价都有人买 这个情景再现离缘 这是我做《戏曲随缘》 一个最大的心愿 虽然《戏曲随缘》这个节目 随着我和大家谈 《龙剑生跑者》 和梅雪斯的一些资料而结束 但这个节目 一定会再和大家再见 而且希望在很快之后 如果大家想听什么节目 看我们有什么模式的改动 大家想看的 不停继续给资料我们 希望我们新一辑再做的时候 能够带新的面貌给大家 多谢大家对《戏曲随缘》一直支持 谢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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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应烈年 2023香港国语时外曲歌横歌后 再度重遇 莫沃秋、姜培莉、甜甜蜜蜜演唱会 我有一段情形 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举行 门票演于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 节目查询8111 8111 声级美声 尽在樊声 环声娱乐20周年盛世CD特写 20首盛世名曲 尽显辉煌 首首好歌 流行各大音乐平台 一人一经典 百听不厌 经法树 面对他 任由他 傻痴痴的忌惯 风中飘水 环边在下 片片枯叶落 砌尾像画 别离后时刻 亦记他 同渡过那初下 看落花 最想你好 在哪亦一日 明一颜色 谁不再合力填上 没我再次 都想你发光发亮 只有达成自己路向 多么感激可跟你遇上 总可及我主任能量 只要你留在这现场 就完全没有人给你先量 双CD现已全城热迈 声级靓声 尽在还声 每天黑中仍可照亮明亮 最美的方向 我愿能在每一天 每天都会死